大家好,我是小宁 买不上早点的日子 你是不是有点怀念椒盐烧饼 今天咱们就来做 不用烤箱 平底锅搞定 300克面粉,2克盐 3克酵母 加1克小苏打帮助发酵 同时让烧饼没有酸味 再加10克糖帮助烧饼上色 直接加10克的油 做出的烧饼更松软 先把它们搅拌均匀 加200毫升常温水 搅成这样非常大朵的面絮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很软的面团 先给它揉匀 这个面团很黏 揉起来就行 盖上盖子松弛20分钟 下面来干备一些花椒 把它们放入锅中不要加油 像这样小火慢慢备 大概10分钟以后 有浓浓的香味 加上一勺白芝麻 再一起给它们备干 芝麻变成这样的金黄色 就可以盛出了 将它们擀碎 擀得越碎越好 放到碗中备用 加上一点盐 再加上两小勺面粉 给它们搅拌均匀 是这种非常松散的状态 这是20分钟以后的面 它虽然没有发 但是筋性变好了 案板撒干粉 把面团转移上来 再揉一揉 它就变光滑了 不需要过度的揉搓 揉光就行 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撒上咱们之前做好的干料 这样的做法不但起酥 而且特别的香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下剂子的时候 用手这样掐着下 让两边的口自然收紧 想让烧饼不露酥 咱给它简单整理一下就行 轻轻按扁 再从一边擀长 一个鞋底子烧饼就做好了 这种擀法起层又不露酥 适合平底锅操作 案板刷一点油 把生坯整理好 盖上保鲜膜或者油纸继续醒发 20分钟以后烧饼变得有点鼓鼓的 轻飘飘的 直接把它转移到平底锅里 这一步用电饼称烤箱都可以 加热3分钟 烧饼表面鼓起 我们给它翻个面 表面刷上一层油 继续加热3分钟 接下来给它来回的翻面 让它内部再成熟一下 每一次翻面都要记得盖上盖子 小火不断加热 让内部彻底变成熟 直到饼变得特别的鼓 用铲子按压回弹特别好 就说明熟了 咱们的椒盐咸烧饼就做好了 300克的面粉总共做了8个大烧饼 好久没吃这种饼 烙好了以后家人就抢着吃了 我们拿一个看一下 特别的松软 打开以后层次特别的多 而且发面的非常好消化 加了花椒碎和芝麻碎 特别的香 每一层都是这样发起来 软软的 喜欢的就试试吧 我是小宁 拜拜